不好意思啊 刚才有一个电话突然打进来 这是我忘了设那个就是飞行模式 应该设了飞行模式就没有电话打扰进来了 那么接着讲 就刚才我说到了就是中国缺乏大量的社区学院 或讲技工学院 那么现在中国呢有的地方 有些城市也设立了技工学院 或者讲是这个技能学院 那么中国在90年代和2000年之后 砍去了原来的很多中专中等技术学校 中专就是中等专业学校 还有中等技术学校 因为这种毕业了以后 按中国的那种级别划分就比较低的 说中专和中纪就和高中毕业差不多 这个都算同等学历 不算大学 连大专都算不上 所以大家呢后来就纷纷升级 把那些中等专业学校升格为高等专业学校 就称为大专 然后呢还升级为大学 就是升为学院 是吧 College 然后呢再升级 升级成University 都是忙着升级去了 但是那个内容啊 还有它的这个培养方向 就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这种偏差 真正社会或者企业所需要的实用人才 得不到有效的培养 而这个培养了很多大量的重复的 华而不实的专业 比如说国际会计专业 国际贸易专业 国际金融专业 现在基本上都是特别水的 没什么用 有的呢也有证券专业 但是证券专业呢 有的呢真的是 也是纸上谈兵 很多人根本连这个 基本的这些操作层面的东西 就是都不了解 所以这个方面呢 培养了很多 不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所以现在呢就是 这个人力资源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他们专门有一个 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部门 这个司长呢现在也说 这方面的人呢 技能劳动者人数 只占这个就业人口的 26% 这是他今天才刚刚 发布的这个消息 那么想想 一个劳动力大军 一支劳动力大军里边 只有26% 才属于技能型的 这个劳动者 那就是说 说明这个技能是非常的差 我们通常讲的农民工 农民工是 劳动劳动力队伍中的 一个主力了 对吧 但是这些农民工大部分都是文化程度 比较低的 有的是小学文化程度 有的初中文化程度 高中的都很少 对吧 所以呢 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 人家的技工的主力 一般都是社区学院毕业的 也就是说 社区学院我刚才讲到 可以拿到那个associate degree 那不知道这个准确的中文翻译 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就是比 这个高中 是高中毕业生才能进社区学院嘛 高中毕业生进入社区学院 那又没有上这个college university 那它就应该算是大专层次的 所以这个学位应该叫 大专层次的学位 所以如果讲本科毕业叫学士 那么这个大专层次的 它这个英文的叫sociate degree 那我就想是不是可以翻译成 副学士学位 这个虽然不是非常准确 但是大概能够说明这个意思 过去苏联有副博士 副博士学位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称为 就是这样的一个副学士学位 然后呢 但是社区学院呢 你如果要是讲分数不错 它跟有的大学签订了一些协议 可以把你的学分转到那些大学里边 就说你等于是在社区学院里边 学个两年 拿了一些基本的分数 然后再转到一个大学里边 再学两年 你就能拿到那个大学的本科 毕业证书和那个大学的学士学位 所以这是节省学费的一个好的办法 有的是中国呢 就是学校特别容易歧视那些比较差的 尤其是对专门学校 这种职业技能学校都看不起的 但是美国不是这样 美国社区学院里边 它这些学生可以转到美国最好的大学 当然不是说每个都能转到最好的大学 而是最高可以转到最好的大学 你比如说在加州 伯克利 加州伯克利大学是名校了 世界级名校 但它周边的一些社区学院培养的学生 是可以转进去的 那么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就是包括芝加哥大学 也有社区学院转进去的 哈佛大学也有社区学院转进去的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观念 高等教育的观念要改变 不要轻视职业培养教育 不要轻视这些学实际技能的 因为发现有的时候 你大学毕业生 好几年都找不到像样的工作 最后你找到一个工作 可能听起来还不错 但是拿的工资 还不如一个汽车修理工高 所以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有一些 称为蓝领工人的 他们的收入其实是蛮高的 无论是汽车修理工 还是管道工 电焊工 有很多他们都是 还有一些这个高级护工 他们的这个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不低 没有人说看不起他们 但是呢 在中国就是把这些行业 看得好像很低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偏差 需要及时的加以校正 那么中国呢 只有转变就业观念 转变这个人才培养的观念 才能够培养出绝大多数 适应社会需要 社会企业需要的人才 而且有些人呢 就是被惯坏了 就是大学里边培养的一些人 他进了所谓的名校以后 心里就膨胀 觉得自己大学一毕业 就应该拿个一两万 要不然他说 我怎么能在一线城市买得起房子呢 我要在毕业几年之后 就能在一线城市买得起房子 在现在几乎是梦想 你想想 一线城市的房子 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的房子 你要买一套比较像样的房子 150平方 那150平方的房子 那是什么价位啊 你毕业几年时间 怎么可能买得起 所以你要 除非家里边是有特别的背景 你怎么可能 你说你有多大的本事 能在几年时间挣到那么多钱 所以这个是就业观念 培养人才的观念 很多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不是我一两个视频 可以说清楚的 但是呢 大家知道 中国的就业的真实状况 就是中国的真实失业率 一直保持在10%以上 不是现在 是从中国有了市场经济开始 一直是保持在10%以上的失业率 这是指整个社会 因为我们讲了官方 他只统计城镇失业率 而且他统计的是 城镇登记失业率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失业了 然后你跑到政府去登记 你说我失业了 我要找工作 那有的人根本就不去 政府的部门去登记 因为他知道登记了 他也找不到工作 登记了也不能说帮助他 就很快能找到工作 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去登记 那么这里边就差距就非常大 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率 那农村剩余劳动率 他就是失业人口 但是中国不把他们统计进去 他们说你是农村的 你的身份是农民 你家有地 所以就不算你失业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国现在真正从事 种植业养植业的农民人数 已经是非常低了 只有两亿多人口 最多两点五亿吧 可能这两点五亿里边 真正实际上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 可能只有一点七亿一点八亿 大量的人都是从事与农业相关的一些服务工作 那么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大约有两亿多人 时常要到城里边去工作 那如果城市里边就业岗位少了以后 他们被迫回到农村 那就更没有工作了 所以呢 刚才我也讲到了 现在每年毕业比如说九百多万 这个大学毕业生 百分之七十以上就业都有困难 所以这样的话呢 国家的这个就业负担是非常重的 如果创造一个就业岗位需要十万元人民币的话 这还是算比较低的数字 那你想一想中国要花多少钱来创造 一年要创造一千万个以上的这个就业岗位还不够 因为去年呢 说是要创造一千一百万个就业岗位 今年呢 是打算创造九百万个工业就业岗位 假如说你今年创造了九百万个就业岗位的话 你光给大学毕业生都不够 就是勉勉强强 是吧 你想想还有那么多的那些工人农民 他们如果失业的话 他们怎么找工作呢 所以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首先中国 这个就业统计失业统计啊 要真正的放开 不要搞那个官方的 就像中宣部管辖的那种言论控制一样 你这个既然是市场经济 你就要真正的让真实的数字表现出来 美国呢 劳工部下面有个劳工统计局 这个劳工统计局呢 他这个不是受哪个方面去控制的 不是说劳动部长说你给我把数字改一下 没有人敢干这种事情 对吧 所以这些数据都应当是真实的 直接的有效的 那么中国将来也应该是这样 就是中国的劳工统计 如果有这样的专门部门 仿造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去建立的话 那么将来这个数据不应该由任何的官员 那个加以干涉 他们应该是非常独立的 他们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然后经过研究 然后向世界 向这个社会上公布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呢 都是需要来加以 这个校正的 就是中国 说是搞市场经济 稀里糊涂的也搞了 这个20多年嘛 从1993年开始 这个现在 差不多是23年时间 对吧 27年时间 27年时间 这个到底有多少真正成功的经验呢 对吧 有人说啊 中国经济是第二大经济体 这就是经验 光讲这些东西没有用 要看你的这个整个的 你的这个经济效率 你的经济质量 还有你的人才培养的效率和质量 这些东西才是真正人们所看重的 你去跟瑞士的工人去比 瑞典的工人去比 德国还有日本 还有以色列跟这样的一些工人去比 看看他们是怎么培养人才的 我觉得这一方面呢 才要下功夫 美国的工人 产业工人也是一流的 当然美国产业工人里面有一些问题 就是工会势力比较强大 所以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行业企业 那些工人不怎么样 那个是被惯坏的 动不动就罢工 动不动就提出很多过分的要求 所以我想在中国呢 这个应该说 要做的事情还非常的多 这个道路非常的漫长和遥远 那么这些事情都是应该考虑的 那我先说到这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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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